感恩导师感恩天地感恩太阳光中感恩负能量护法神 那为什么唯一会这样特别的要感恩负能量护法神 真的如果不是负能量的允许讲真的 我们其实大家都没有这个机会 可以接受到这个天地的爱天地的祝福 也就是这一本超级生命密码的这个改变生命的工具书 唯一在2017年底的时候才接到这个书 而且那时候还不是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那时候是接触到疗愈权力跟千年之约 唯一在过去的10年2017年的前面那10年 那时候都是在做一些销售业务的工作 其实自己也都很认真 那也都有带带领一些厂商的产品 可是真的命运的这个不顺 就真的很奇怪 都是跟厂商是卖一模一样的产品 可是每次都是唯一的这个产品出问题 那唯一就去询问了上面的源头 就是厂商这一些 奇怪然后厂商都说别人卖都没有事情 为什么只有你卖就会有事情 那我也觉得说不可能就是只有我这样子 而且唯一代理很多厂商的这个东西 每一家厂商也都是这样的回答 那后来学了超码之后才知道说 哇原来是自己的能量的不顺遂 那再过在超码的那10年 那遇到这样的问题 通常我们有遇到问题 我们也都是会求助这个公庙 会去问神明 可是通常得到的签不是下下签 不然就是不好的签 那真的是心中的彷徨跟无助 还有这个经济的压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那尤其像刚刚第15段所的最后几句 所讲的 只有自己才能真正体会 自己问题所带来的苦与折磨 那后来呢 我为了想要避免这样的问题跟烦恼 我后来就去找一些算命的 然后普挂 然后这样去求 其实也真的是没有办法 那真的是来到2017年底 大概10月底的那个时候 就真的在台北的建坛站那边 因为唯一有 过去的10年也都有在学一些课程 销售的课程这样子 那有去参与一些志工的服务 那就真的是这样遇到自己生命中的贵人 然后他因为也是以前的一些 一个老朋友这样子 然后他说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说其实不太好 那因为这个老师啊 因为这个朋友 他本身是一个数字易经的这个老师 他说不然你要不要改一下手机的号码 我想说 因为他我说为什么要改手机号码 因为他说手机其实也有个能量 发射这个讯号 可能会可以帮助你这个生意会更顺畅 后来也听了这个样子 然后来改变一下号码 确实在刚开始的前一个月 确实有改善 可是之后呢还是一样 每况愈下这样 然后后来我们就在联络之后 他说看你这样子 情况的确不认关 不然我带你去找一个通灵的老师 那后来去找了这个通灵的老师之后 他我才一进门 他说唯一你有改过名字哦 我当下我认了一下 其实我没有把这个讯息告诉任何人啊 然后想说因为你是通灵老师 所以你知道我的过去这样子 那我就说啊对啊 小时候把父亲帮我回忆改的 然后呢 我就坐在椅子上 我跟女朋友 燕文一起来参加 他今天有上线来支持 然后跟能量的共振这样子 那你坐下来 那个通灵老师就说 唯一你会很有钱哦 那我摸摸口袋 没有啊 如果有钱的话 今天也不会来找你的 然后他就看着旁边就燕文这样子 你你是公务人员吗 没有啊 有的话也不会来找你的 对 然后就这样 他就说不然你 我来安排你们做一场法会好了 那不去这法会还好 那结果一去了之后呢 感觉这个冤亲在主 好像都知道唯一跟燕文的存在 然后把我们的命运锁得更惨 然后那当时两人真的是 每一天都不知道下一餐的这个费用 要从哪里来 非常非常的惨 那甚至真的想要离开这个地球这样子 那后来我再度跟这个数字易经的 这个老师联络 然后他说不然这样 我再跟你约个时间 然后去到戏子找他之后 聊了一下 他从包包里面拿了两本书 也就是疗于权力跟千年之约 他说这两本书 他看了觉得还不错 然后希望你们能够收下并且看下去 那当时我们想说 好吧那就带回去 反正也是人家的好意这样子 那当天第一晚 其实也没有心情看这个书 那后来隔天上班 因为这厂商的电话 还有一些客人的电话 反而真的都不想接 然后当天晚上 确实也都睡不着 才把疗愈权力拿出来看 想说他比较小本 比较好阅读 然后看到封面 封面就写说 疗愈权力 如果你允许这些文字 进入你的心 如果你的心因此打开 你会听见你灵魂的回音 我想说 哇 灵魂 灵魂是什么 灵魂到底在哪里 后来这样看着看着 看到导师的目录 哇 原来疗愈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出路 那就吸引着唯一 这个好奇心的趋势 因为回忆自己 是好奇宝宝水平做的 那我看到了第25页 第10条的这个部分 就灵魂记忆体决定 今世命运顺遂与否 然后这边就写说 其实不需要怨天游人 那有很多的这个部分 都是我们所去造成的 那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灵魂 把我们带到这一次 那过去呢 我们没有完成 原来不圆满的 欠的全部是今生 或者未来是里区 需要去完成的 需要去实践的 后来我才知道说 哇 天啊 原来过去 前面那10年去跑公庙 这样到处求神问普 原来真的都是不究竟 也找不到这个 得到的解决的这个方案 那后来真的开始这样 去看着这个疗愈权利 跟千年之类 才知道说 哇 原来这个书 那么的殊胜 后来也去YouTube 搜寻超级生命秒 后来也才知道说 哦 原来有超级生命秒 这本书 然后呢 也看到导师 这个接受 华人记者的一个访谈 才知道说 哇 原来台湾有一位企业家 然后呢 他就是Stanley大哥 然后后来也去参与了 他的这个精英会 然后我下课后 我就问了Stanley大哥说 请问您的这个部分 是怎么解决 他就 Stanley大哥就跟唯一说 你就是去当志工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 唯一就参与着台北天元文化 所有大型 大型的这个发书也好 分享会也好的这个志工 唯一跟英文就是每一场 一定都会去参加 纵使没有参加这个部分 我们也会两个人就集体 利用下半时间去 去发这个书 千年职约跟疗愈 才每天都固定带着两箱的书去这样发 那也因为这样一直落实 落实落实 然后也参加了导师的网路共修 然后每一场的精英会都去参加 那闲下的时间 我们也都一直听导师 大量YouTube的音档 还有这个音乐 那真的就这样 听着听着 这样开始这样练习着 哇 艳文果然在半年之内 就真的考上公家机关 然后呢 后来唯一 也是在艳文的鼓励之下 也来考一下 这个公务人员的这个部分 然后后来也真的是第三名 的成绩来考上 那最近呢 唯一也再度 再顺利的调到 这个台北市政府里面的这个单位 这样子 那真的一切一切啊 真的是天地的宠爱 那也真的很感恩着负能量互发生 那尤其是最近啊 现在疫情的关系 我们确确实实在路上真的发书 其实大家都会怕 那导师啊 有这个 发表这个接引人的系统 那唯一就试着用脸书啊 把那个接引人的这个连接啊 然后传到这个脸书上面 哎 确实确实实也真的 都有人参与哦 有人报名参加 透过唯一的连接 真的 这个 13号跟14号也都陆续有人报名哦 所以 这个系统是真的是真实不虚的哦 那 其实真的需要更多有缘的善良的 一起来 来共振 然后一起来参与 一起来分享 那真的只要我们愿意哦 其实像昨天网络共修啊 导师就 就在这个主题上 琢磨了非常非常多 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新 所以唯一在昨天的心得也写到 成也是新 成功 成功的成 成也是新 败也是新 所以要或不要啊 就如同今天的章节 其实关键 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自己 只要我们愿意啊 我们就有这个责任 要来警醒自己走向正途 抓住真正的幸福哦 然后才能烙印我们的幸福记号 那唯一也祝福着在座的各位 我们的所有的超马家人 然后还有惠芬姐 还有玉姓姐的邀请 唯一才可以在这个线上啊 来分享唯一的这些过去的这些来时路哦 那再次感恩导师 感恩田地 感恩太阳公共 感恩负能量互发生 谢谢大家 感恩